白车高速行驶 在路上下一秒前方轿车突然急煞 后方的白车见情势不对 撞开后面堵车的轿车后 迅速向右转离开现场 白海车主吓坏了 协定在三重警局前 车上三人慌张逃跑 一下车就冲进警局报案 随后门外就传来砸车声音 根据了解 原来29岁的图形驾驶 完全不认识对方 在事发前只是在重阳路上的KTV 绕行找车位 准备载客 没想到却被20岁的詹姓男子 当成是仇家开的车 嫌犯活童19岁的林姓友人 开车进行前后包夹堵车 然后开砸 结果却是乌龙一场 14号凌晨12点多 新北市三重区重安街 发生寻仇砸车事件 出不了解原来20岁的詹姓男子 日前和其他人发生打架冲突 遭对方提告心声不满 看到对方在IG上打卡 马上叫人当街烂车猛扎 但却搞错对象 警方获报后 三分钟之内在30公尺外的加油站 把人逮捕 被害人的车子前后挡风剥离 严重毁损 车体旁边还有一道道刮痕 嫌犯行境嚣张 在警局前犯案 最后涉案的四男一女 遭远警带回警局 全案以妨害秩序自由 以及回村的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署正办